苗可丽离婚十年婚变原因曝光。当年她奉女成婚闪嫁导演婚后却类素根本受活寡。 据了解,苗可丽,分明为吴刚化,15岁一歌手的身份出道,在跪圈经过不懈的努力,从普通的歌手逆袭为当红女星。 据圈内知情人士透露,精湛演技深受导演赞赞赞上导演,在片场,导演也曾坦然表示,苗可丽认真、敬业,为片场带来温暖、正面的力量。 苗可丽出道后,其代表作品甚多,例如《台湾阿诚》、《台湾霹雳火》等。 如今苗可丽正主持节目《开运鉴定团》与戏剧演出欢喜来斗阵,魔女18号,近来有时也会在一些偶像剧里客串出现。 据悉,苗可丽喜获释后,也受到了不少粉丝的祝福,还有网友留言,继续加油哦! 我们都支持住你,你是最棒的! 从小就热爱表演。高中时,九读青年中学接触影剧表演训练,为她建立了更扎实的基础及实力,逐步踏向演艺圈之路。 15岁出报后,发行了个人第一张专辑,也曾超过林小楼主演的电影《淘太郎》中的主题曲《小飞龙》。 据《苗果日报》报道,苗可丽刚到台北打判时,没有朋友也没有亲人帮助,之身一人相当无助,所幸她在当时遇到了导演李宝能,对方对她百般照顾,甚至推荐她进电视台演出,年轻的苗可丽很快就坠入了爱河,在2001年时凤女成婚。 看似爱情事业两得意,谁知道后来李宝能常年待在大陆拍片,为了工作女儿也交给在台中的爸妈照顾,苗可丽则梅日梅夜的拍摄本土剧《每到午夜梦回》,她总是只身一人守在空荡荡的家,远在大陆的李宝能也始终没有打一通电话来关心她。 让她觉得一家人四分五裂,就好像没有灵魂的空壳傀儡。 苗可丽最终耐不住寂寞和痛苦,忍痛决定和李宝能离婚。 虽然好友哥伟如,连静文在得知消息后都想安慰她,但个性倔强的她,一直都在众人面前隐藏自己的悲伤。 日前她在命理节目上,被算命师一句这段婚姻一开始就有问题,乃明明知道但还是为了小孩忍耐住,突破她的心房。 她崩溃落泪吐露,其实在六年的婚姻中,她有三年的时间完全见不到老公。 根本是在守活寡,不止没有肌肤之亲,甚至连个拥抱,问候都没有,而这就是她离婚的主因,因为她不想要成为一个被附住婚姻的幽灵。 金钟事后苗克里当年以台湾霹霹或中枪来的公车瓶走红,日前她接受苹果装访,重演当年那连珠炮事,一气呵成的经典骂人桥段,让网友笑翻。 45岁的苗克里育有一女,单身10年的她被问到最怕14岁女儿跟她说什么呢?她笑笑地说,我怀孕了,让记者当场也吓到。 当年她在台湾霹霹霹或中一骂成名,这回苗克里也重现这段经典画面,只见她脸不红气不喘连骂八秒,气势犹如五雷轰顶,让苹果记者都感觉听了有活血话语,舒气喧嚣的神效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